武打明星陳子強非常的敬業 他渾身都是傷 不過不過去年11月有一場驚魂祭 怎麼了半夜突然胸悶不是喘不過氣 跑醫院十多趟照S光核磁共振 心臟沒問題 現在還查不出原因 對對現在還查不出原因 因為我進演藝圈的時候 那個導演就跟我們講說 如果你要讓粉絲的眼睛要吸睛 你就要當武打明星 如果你要當瀟灑的企圖人 你就要當武行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翻打過程當中 從小就一些都學武術的動作 上次來有示範 滑腔 觀眾朋友的愛心 上次來我還知道說 我這個是最基本的嘛 結果主持人叫我眼睛閉起來嘛 對 眼睛閉起來還可以嘛 但是慢慢的 我們在劇團裡面就要變成 變滑腔 變過來 這是最基本的 看不出來你有五時間啊 因為 接住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基本的基本 基本的基本 真的是他的敬業精神 不敢不敢 人家五十肩是五十歲 你是二十肩 二十歲就有五十肩 對 不瞞大家說 各位老師 我不是五十就不舉了 我二十就不舉了 真的是二十歲的五十肩 所以啊 所以那時候在二零零一年 我拍完八丁檔之後 我所有的舊傷全部爆發 那結果我莫名其妙 在去年的時候更嚴重 結果去造了核齒共振 而去造了X光 又帶了新電圖 找不到原因 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的 就是左半邊有麻痹的感覺 對 所以整個疼痛 疼痛到我整個好像感覺 我自己 那種形容好像是快中風的感覺 對 而且因為醫生跟我講說 如果你再不去治療的話 你恭喜你 你得到樂透 你會有下半輩子會有半身不遂 醫生已經下中化了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我是痛到 用半夜用爬的去廁所這樣 但是又找不到原因 那過程當中我怎麼辦呢 我不管是什麼那個民俗療法 去牽引啊 或去拔罐啊 或是放血 我都做了 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 好 不怕 今天有肩膀救星 今天的權威是周文藝主任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醫學中心 也是安馬王子李志凱 王健民 郭洪志的御醫 他是亞運國家代表隊的隊醫 今天錄影的這一天是大地震 所以主任是一路從高鐵坐雲霄飛車 趕到台北的攝影棚 他說我一定要趕來 辛苦你了 好 這個案是50歲的媽媽 肩痛持續半年 他買成藥吃 邻居說拉單槓有幫助啊 去拉單槓 很認真掉上去 越拉越痛 結果肩關節周邊嚴重 發炎跟積水 他是50肩 這個就是他正常的肩膀嗎 這個是關節沾黏嗎 這個是一種很常見 我們在臨床上常遇到的問題 我是說女性她覺得肩膀會痛又沾黏 然後總共有親戚朋友好心人是跟她說 去拉拉單槓 拉拉肩就會比較好 那一拉 特別是很認真拉的人 反而會越拉越嚴重 因為在發炎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用比較粗暴的力量去硬去凹她的話 反而會讓發炎更嚴重 50肩裡面的關節沾黏的情況就是這樣 她的關節囊墨跟她旁邊的韌帶都黏在一起了 因為黏住了 所以肩膀就不好活動了 而且大部分大部分50肩在黏都是黏在前方 前方 都是黏在前方 有模型喔 這是右邊的肩膀 前方就是指在指這裡 所以當我們在做很多的自我檢測跟腹腱的動作的時候 都是其實第一個動作都是去將你前方的構造把它拉鬆 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女性在50歲之後耗發50肩 如果這三個動作做不到你的肩膀拉緊抱 這個雙手高舉T2 這正常人做得到 是 這個 這個一定可以 這個 後邊的話就會有每個人的柔軟度就會有不一樣 當你在比站的時候 有些人可以到這裡 對 有些人到上 這個高度每個人會不一樣 但是但是很基本的 這三個裡面 哪一個是告訴我們 哇 我的肩膀開始黏住了呢 哪一個是最先的 一般來說是這一個 蛤 後面比站比不到 對 所以這個動作看起來很簡單 很沒什麼 但是問題是 套路日常生活上困難非常大 舉例來說 女孩子穿內衣 對 扣不到 就扣不到 所以我們都變成說 她後來沒有辦法 扣完轉過去 這個動作是最少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肩關節的角度 活動角度來說 這個壓力是最大 你給她一個壓力大的動作 如果她一旦裡面有個小變化的時候 壓力大的動作一來 她疼痛會先發生 這個壓力比較小 所以反過來說 當你五十肩在進步的時候 都是這個先進步 這個最後才進步 了解 到反過來 立刻有請陳姿強哥 過號 第一號 哇 周醫師的 來 先檢測 他的肩膀 你看他肩膀沒有 但是如果二十歲就不舉了 有這種狀況嗎 你現在沒有不舉 我們有一個夾擊測試 我們的學術名字在夾擊測試 這樣子 如果角度受限制 當然有問題 如果這樣抬起來會痛 當然也會有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動作 就是一般來說 我們還會從側面再抬高看看 對對對 活動角度 這有點緊 這真的有點緊 實在 可能是三十肩 前面 側面 最後面 再來就是後面 就剛剛講的 後面這個角度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幫 叫病人做這個 來 雙扣 雙扣 當然每一個人活動性不一樣 你可以測試看看 如果你的左邊的肩膀有問題 你拉不上去 反過來說 如果你是這邊 反過來是OK的 那就是可以 所以兩邊要對稱 所以你在發現自己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用後面來扣這個動作 如果你發現左邊肩膀上不去了 跟右邊肩膀不退症的時候 那就是你的肩膀有問題 是最早的 好 接下來 徒手鬆動治療 對 一般齁 身體躺的跟床遠差不多到這裡 拿著 舉起來 那這個角度是正常的 這個角度是正常的 那有些人黏住的 黏住的病人 他大概整舉到這裡 因為你自己爬會不舒服 所以用這個方式 用重力的方式 是 簡單拿個保特瓶 他就可以幫你被動式的自我鬆動 另外 當你躺在床遠的時候 是 你也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訓練 這個可以做什麼 有拉到 有拉到 做肩膀內外旋的活動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分享的方式都是 你在家裡可以自己做的 內外旋這樣 這內旋外旋 對 有拉到 一定會有拉到 一定會有拉到的感覺 一定會有拉到的感覺 所以這個動作做好 其實對於你日常生活的一些 肩膀在做旋轉性活動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方便跟舒服 很多觀眾朋友在問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需要開刀 50歲的媽媽舞時間 透過各種治療都失敗 最後他接受微創 叫肩關節徑鬆動術 手術半小時之內完成 術後當天出院 6週到3月之後 他的肩關節的角度恢復正常了 我請主任來講解這三張照片 而且我沒有模型 就像剛剛開始講的 左邊這一張是正常的 中間這一張就是我們看到很沾黏的地方 這個是沾黏 沾黏 這種地方都是沾黏的 那之後呢 就是把沾黏的鬆開 讓後面的肌件已經可以放鬆 所以他肩膀可以活動 那問題就來了 什麼時候要開這個刀 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基本上大部分就是經過各種各樣的保守式的治療 效果都不好的時候 那可能在這個情況下 治療了大概半年 甚至一年左右以上 還是不行 你的生活甚至會越來越痛 越來越僵硬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才會建議病人做手術 那關節徑在做的時候 第一個部分 關節徑一進去 一定要先灌水 灌水這件事情 就可以符合一個傳統治療方式 就是在沒有手術的情況下 我們打大概30cc的水 到關節箱裡面 把整個關節腦把它撐開 所以關節徑本身 第一個動作 他就可以完成灌水撐開這個動作 再來他又可以進去 將這個沾黏的組織鬆開來 那再回頭講 在麻醉下 在開刀之前 我們就可以幫病人在麻醉下 幫病人做鬆動手術 把他360度鬆動 所以一個動作 他一個事情 他可以完成三個動作 我們請主任現場來示範 因為今天儀器特別進主攝影棚 這是一個左邊的肩膀 一般來說 我們醫生在做的時候 我們在做關節徑的時候 都是從後方看到前方去 那這關節徑 一般我們從後面進入到關節腔 進入到關節腔以後 看到的畫面 就是剛剛大家在螢幕上有看到的畫面 就是那些畫面 那這是眼睛 我要用 我要 我要手來做事情 所以前面有 會有另外 做一個傷口 進去 進去關節腔裡面 我們就有點類似打電動玩具一樣 一邊看著螢幕 一邊在做手術 我們不是這樣看著肩膀在做手術 是看著螢幕在做手術 所以這個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要有那種 培養那個3D立體的概念 才不會迷路 手術半小時之內完成 半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有些病人大部分看完刀 有些甚至都不用出院就可以直接出院了 好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接下來回診以後 我們會跟病人說 做自我的伸展 做鬆動 像剛剛提到的一樣 簡單的幾個動作 踩著 踩著 假設我是要訓練我的右邊肩膀 對 右邊肩膀 四十五度抬高 OK 當然這個鬆緊就牽扯到你抓的阻力 我說我怕我肩膀才剛剛開始在做復健而已 我就抓鬆一點點 撐個二十到三十秒 到會酸的時候再放下 一個set大概可以做十到十五次 一天可以做三到四個set都沒有關係 這是個簡單的訓練上方肌肉的力量 第二種方式 手握 我一樣是練我右邊的肩膀 右邊的肩膀 我要練我肩膀的外轉 動的是肩膀 外轉 這個旋轉力量 這個的旋轉力量很重要 你說這個旋轉力量在為什麼重要 大家在看這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是這樣 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重要是什麼 我們要梳頭髮 我們要一個外轉的動作 對 這個動作奇怪 為什麼卡沒有力氣了或者卡住了 卡住的部分用鬆動來解決 沒有力氣的部分 你可以拉彈力神 來幫你把他做這個動作 他有道理啦 做這個外轉 所以零度的時候外轉 四十五度的時候再外轉 這個都有助於肩膀外轉能力變好 讓你日常生活上的功能 會變得更好 到底什麼是體外震波治療 一去進駐攝影棚 來我替子強哥捏把冷汗 主任時間交給你了 基本上一般來說 他是目前被用來治療很多肩關節的疼痛 特別特別是蓋化性肌肩炎 蓋化性肌肩炎 剛剛提到的是五十肩 對 肩膀會痛 對 蓋化性肌肩炎肩膀也會痛 那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這時候也給大家簡單說說明一下 一般來說如果是五十肩 比較嚴重五十肩 他的活動是受限制的 一樣是會痛活動受限制 但是以蓋化性肌肩炎來說 大部分就是痛 但是他不會有活動受限制的問題 所以當你要自我簡單的檢測的時候 你就看看你的活動 有沒有受限制 蓋化性肌肩炎 目前來說 目前來說很多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用體外震波 來幫病人做治療 那一般在做的時候 請子江哥請脫衣 請脫衣 那基本上當然百位是要看 每個治療師的一個經驗 不過一般 因為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蓋化是大部分的位置 發生在這個地方 是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旋轉肌 特別極上肌的位置 我們自己研究發現 超過九十Percent以上的肌腱 蓋化都是在這裡 所以根據有些醫生 會用超音波導引定位 有一些會用這個X光導引定位 那大部分我們會請病人 稍微做一點外選 外選 一點外選的目的是 讓這個蓋化的點 能夠露得比較偏外側一點 我們可以治療 可以治療得到 開始囉 體外震波治療 大家可以聽到有有有有有有的聲音 體外震波基本上分兩種 一種叫做擴散式 一個叫做聚焦式 這個是聚焦式的震波 那聚焦式的震波的好處是 它可以提供足夠的能量 讓血管新生 所以大部分在臨床上 剛才治療的時候 特別很多的文獻指出 以聚焦式的震波能量才夠 才能夠給予病人足夠的治療 志祥哥你有感受會痛嗎 那一種痛不是一開始 我很怕那個痛 其實這個痛我還可以接受 因為能量還沒有 其實你喬到很強 喬到很強的時候 就不是就追心自骨 但是他那種痛 不是會讓你緊張的那一種 一般你可以知道說 他裡面是有打進去的那種 那種能量 一定會有感覺 那大部分打這種卵組織 其實能量不用到太強 以體外震波的治療來說 他甚至可以打到骨殼愈合 骨頭愈合不良的 那個大概可能要進手術室打 能量就會相當相當強 那大部分一般在診間 不會做到這麼高強度的體外震波 有潛入生 感覺越來越深了 然後打久之後 你可以發現局部 局部上基本上他會有一個熱熱的 熱熱的感覺 他就是讓開始裡面會有一些急性的 微細的良性的發炎反應產生 一般打幾次 看你能量給予大或小 大部分一般在診所在執行的時候 大概一個療程會打個三到五次 不等 但是如果是有你使用比較大型的機器的時候 有一次能量夠了 其實有時候打一次也就夠了 所以要看病 看你選擇的機性 這個當然要跟臨床的醫生來做討論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 到聚焦2.0 FB 提升 請到聚焦2.0 FB 提升